當時我離開他做的事奉 主要是因為我想回香港 以及去宣教的地方 因為我心裏是一個很強烈的副條 很強烈的關心東南大的心 神就給我這種強烈的感動 在過程中一樣是有困難的 譬如最後這次回來 當然有不同的經濟上 神是供應我 以至我不用想 我更加自由 自由但不代表能夠開到路 為何有意義的事奉 我發覺神跟我接駁一些人 接駁不同的機會 例如在這裏開到這個過程 接駁的機會到埃及、俄羅斯、蘇格蘭 神會陸續開路 之前我準備離開香港的神 有一個教友 這個教友就是之前發夢見到我 未認識我 他兩夫妻都發夢見到我 太太就發夢 因為當時我在信念會 他見到教友有陽足 從那天他去那個教友 他問為何教友有陽足 因為他們的教友沒有 由他來到 咦?有陽足 然後他丈夫那天要上班 他發夢見到牧師說到是光頭 他就問太太 他問太太 牧師是否是光頭 他說是呀 那你怎知道 我發夢見到 當我離開 我那次離開香港 因為當時我經歷四年充滿 我很想回去 和我 第一位太太 建立更好的關係 因為始終她不接受到香港 所以我打算回去 後來她 回去了 十年之後 她才適留歸罪 在那十年 即是那段時間 其實我回去的時候 已經是二年 先看看 1998 2002 2002 那時候回去 即是有幾年的時間 我們是處理很多問題 這是幫我輕鬆得勝的過程 現在 在臨走之前 因為我要走 那時候 1997 那時候 供一間樓 那些錢 是貴的 但是 到了我走的時候 2002 的時候 那些屋價 就跌得很低 那這個 帝兄 就跟我祈禱 他說 你會在四月五月之間 你會賣出這間 另一價錢 是可以的 是一路都沒有一個人看 就是我幾個月 放上去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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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人 直至到五月尾 那個禮拜 就有一個人來看 他來看 然後 看一次之後 他就約我去見 因為我留了鑰匙 給他們 可以帶他們上去看 然後 他就約我 那天見 約我見的時候 我就收了電話 其實那個過程 是很神奇的 就是我剛才說 那一對夫婦 其實那個太太 現在都在 在節目中 她是傳承人家 她就 那一天 她忽然跟我說 因為那一天她見到我 《葉牧師》 你是不是今天去 那個 有一個地區 那裡 去幫助那個教會 我說是 她說 我今天有空 我跟你去 那去到那裡 然後我收到那個電話 說有地產 她就說 是否有人想看這間屋 我說是 她說你想不想我去 我說好 我說我買東西和賣東西 都不懂得說 她就說 我以前是做地產的 是啊 所以我可以幫你 不過我有一個 外國回來的親戚 我今天要跟她吃飯 所以我不跟你去 她問我 但是她說不可以 我可以去她 但是過了半小時之後 她說 那你是不是真的想我去 我說是 她說 她說 我推了她 然後她進來 所以這個 真的很實奇 她跟我去那裡 幫助那個教會 接著聽到我的電話 接著就去到 其實那個人 是很認真想買的 但是我始終都是 不夠經驗 她就告訴我 其實他們兩個入房 那個地產 那個經紀和他入房 其實他們兩個坐在那裡等你 就是她等等等你 好像覺得她在那裡 說說說說說說 不知說什麼 其實進去沒有話說的 就是在裡面 在那裡坐下 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想想 給他一個價錢 給他一個價錢 給他一個 不過結果 買出去都是OK的 就是當時 虧了很多錢 但是當時來說 很多人是負資產的 就是 就是 這個都是一個過程 而她的先生 祈禱她說什麼 她說 她要用私利將來回來 並且你不是回來 你會全世界都去 當時在我們說 其實我已經放棄了 因為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 她是不接受我 回來香港 就是我已經想著 回去 就不能回來 但是 神是 給我一個機會 一回來之後 一開始開路 所以這些 神定義做的事情 是人難碰到的 神一定開路 過程經過之後 就覺得 容易 OK 在過程 其實我每天 每天 都在想 我明年到這一天 我就知道答案 那時候 因為那些困難 有答案是什麼 要不就有 供應 要不就沒有供應 到時候會有沒有供應 其實我相信神的供應 但是當時還沒有 明年到這個時候 我就會知道 那些供應到哪裡來 這樣說 這樣說 就立即而寫過 神是這樣 以及我做院務 又很神奇 真是 做到我最後的時候 因為那些地方 很多人的信仰 是不太認同一個 基督教的牧師做院務 是有一些阻力的 有些人吹無求疵 有些小事投訴 那個上司是基督徒 那些人很容易投訴 那些人很容易投訴 我便可以了 我便會離開 剛好那份工作 是去到我準備他的時候 就是 準備走的時候 很神奇 神的供應 就是去到我準備走的時候 這些 有些人就會說 你這麼順利 我又不是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都很難受,我堅持起來依靠神,相信神的恩典,去讚美神,去得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